我们来到普照新能源队里 这位是他们总经理崔总 崔贝崔总 然后他们是专门做快速关断的 崔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这两个产品 这个我知道它是组建机关 那这个是什么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土踹级快速关断 产品的工作原理 我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通过物理关断的方式 跟我们的组建机不太一样 那里面的构成 它其实有电路板有电机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自产的直流隔离开关 直流隔离开关 然后我们里面是有温度传感器 当我整个光伏系统 它的温度达到75摄氏度 我的信号会发送给我的电机 然后光断我的一个开关 因为在整个光伏的阵列之间 它是600到1500伏的直流高压电 对人的安全会有很大的隐患 那我这个问题就是 它会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关 如果我想主动要关 有没有办法 有有有 那边就提到了我们有另外一台 就是推荐的产品 就是控制盒 这个控制盒 其实我们的组件级筷子关 也是有配的 我们甚至有拖60块组件的控制盒 180块组件的控制盒 我甚至还有现在最开发 一款最大的能控制480块组件 就是它和这个直接有线连接 就做到了 对对对 是的 然后那个关键问题 就比方说失火了 我要是觉得不安全 我直接在这按一下 它就关了 对对对 咱们国内有四个地方 对这种组件级关段 或者组件关段 有这个要求 是的 大家如果找到这样的项目 可以找他们这个補兆 来问一下 咱们问一下两种这个关于组件级 组件关段可能大家知道 但是这有两种产品 你可以介绍一下它俩的区别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